这礼拜我好久没有推荐书了 这礼拜我一定要推荐一本书 叫做Vaxxers V-A-X-X-E-R-S 我刚才最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 这本书是由AZ的发明人 Professor Sarah Gilbert跟Dr. Catherine Green写的 我为什么会找到这本书呢 是这礼拜你没有发现 在各大平台上 所有的新闻都有在转贴一个影片 就是上礼拜在温网的比赛的时候 温布顿 对温布顿的时候 这个其中一个教授 Sarah Gilbert有去现场 然后现场的人 就是全部都站起来帮他拍手 说谢谢你发明了这个疫苗 救了非常非常多人 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他出了一本书 在7月8号才刚出而已 那我就想说 我想了解一下说 他们在研发这疫苗的过程是什么 研发AZ 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对他respect超大 然后我觉得说 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听众 之前有听众写信过来 他说他其实不太确定要不要跟我分享 不过他说他是anti-vaxxer 你记得吗 我记得我记得 他就是他是一个不赞同打疫苗的人 那他觉得疫苗可能有风险啊 研发太快什么的 OK 有这种疑虑的人 我非常推荐或者是你家里有老人 然后说死不打AZ的 你拜托去看这本书 可是他只有英文的耶 你要翻译哦 我知道他只有英文版 不过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一本书 因为他里面就是 把他整个研发的心路历程 还有整个过程 还有就是大众在媒体上对他的疑虑 其实他都有讲出来 然后一个个解释 而且好像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本人录的 应该不是 不过这本书就是有分 就是不同的视角 一个就是Sarah Gilbert 一个是Catherine Green的角度 然后来看这本书 那这本书上 其实你会感觉到 他们其实内心的一些不平衡 因为大家都知道AZ这个疫苗 他们开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为了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达到嘛 然后不赢利 然后就不赚什么钱 对 他们的疫苗也不贵 所以让这个疫苗可以这么便宜 然后大量生产 然后大家可以有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其他人的疫苗 如果失败的话 其实是很多就媒体啊 各界的人都会说 太可惜了 你们失败了 可是他们的疫苗成功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在攻击他 说你们有问题啊 怎么样 所以他就内心有点不平 他们的疑虑特别大声啦 对对对 就是一直针对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不是挡到人财路了 你懂吗 因为实际上 他们真的挡到人财路了 因为他们挡到Pfizer 挡到Moderna的财路 他挡到大财团的财路 因为他自己就有讲说 其实其他的 的那个疫苗啊 在研发过程中 其实出的事情 或者是就是效率什么的 其实可能没有差那么多 可是永远只有AZ 被拿出来放大检视 而且他们在美国 申请FDA的时候 就是狂被挡 明明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他们就是狂被挡 所以让他们就觉得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是抢的救人 因为这本书你在读的时候 他在几乎每个chapter的一开始 都会讲说 现在大概几月几号 现在全球的确诊率是多少 死了多少人 你会听到就是他们 从最一开始在研发 可能就是武汉 China那时候 对不对 12月1月 那时候几十人 变几百人 到最后书上 到最后是几百万人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着急 说他们想要赶快 把这疫苗 提供给全世界 让大家打 让大家不要死那么多人 因为他原本就属于 那个牛津的一个实验室 然后他们在那个实验室 其实本身就是在研发疫苗 那他们研发的疫苗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给第三世界国家打的 因为他知道很多疾病 其实大的药商 绝对不会去研发任何的 的vaccine 或者任何药去救他们 因为 第三世界国家没有钱嘛 我干嘛帮你做药 他们 他说这些Big Pharma 就是花钱在做心脏病药就好了 因为有钱国家 每个人都有心脏病嘛 所以他们这边大部分就是在做这种 就是没人在care的 可是又非常重要 可以救很多人的这种疫苗 那他就讲到说 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 他们就是有一套SOP了 尤其是WHO 他们其实有一个疾病列表 就是说哪些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疾病 大家都需要work on这样子 其中一个叫做Desease X 就是一个未知的病 然后他们就是WHO里面 大家就是永远都要 be prepared for disease X 就是未知的病突然爆发 他们说那他到底要怎么样 应对一个未知的病 或未知的 要怎么准备嘛 那怎么开发疫苗嘛 所以他们其实 在过去几年 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 叫做什么platform technology 有一些太细的生物科技的名词 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听也听不太懂 嗯 不过说他们有这个技术 所以可以让他们开发 那个疫苗的速度变很快 像说他们之前 你记得几年前吧 韩国不是有一个病 叫做MERS 对那时候就是 从沙古地亚阿拉伯传出去 好像从骆驼传人嘛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死 那致死率非常高 很严重 所以他们其实帮MERS 研发了疫苗了 然后他们就是用MERS的那个疫苗 做一些改变 然后变成这个新的 这个AZ疫苗这样子 然后他说 所以其实就可以速度很快 可是大家就不信 所以一直在攻击说 怎么可能那么快 怎么那么快 他们说其实技术都已经在那里了 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它量化 然后做一期二期三期 那他这书上就把这一期二期三期 他们的心路历程啊 他多累啊 然后整天被狗仔跟拍啊 压力好大哦 他说我只是个科学家 为什么你要跟拍我 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他们就研发 他们已经在抢时间了 可是国家为了做宣传 然后要把媒体人去 放进去他们的实验室 然后他们说 妈的 他们为了采光最好 所以就是把那个 interview的地方 放在实验室最忙的地方 大家走路都要经过 所以他们一天就废掉了 他们超火 他说我们在救人 你在这边浪费我们大家时间 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 我真的非常喜欢 我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你是深刻背景的话 我相信你听这本书 或读这本书 会非常有feel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完全不懂 我觉得你也会有很大的感触 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真的是真心想要救人 然后想要让大家赶快回到 back to normal的这种心态 所以 这边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下 就是疫苗真的 没有挑好或坏 只要是你国家有认可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打 然后让大家赶快 back to normal as soon as possible 我听到台湾大家还在那边 长辈在那边挑AZ 挑Moderna 我真的吵点气 可是因为他们很爱挑 所以我们可能有机会 比较早达到啦 没错啦 没错啦 哦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记得我们都有讲说 俄罗斯都有在害人家的电脑吗 害开放 他们说他们 其实不知道他们被害 他们说他们在研发到一半 的时候发现说 他们整个 研究室的IT 突然出了问题 不知道怎样 后来才是人家跟他们说 诶 俄罗斯害客害了你们哦 他说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俄罗斯也会发假新闻 说 诶 打AZ的话 你可能会退化成为猴子哦 然后这样传回来 你知道吗 变资讯战 战到说 变英国有些人 或者是世界上各地 有些人就觉得不敢打AZ 然后他就发现说 他们去美国 像Pfizer Moderna 他们可能自己都有用一些资金 去 去 跟那个新闻公司说 诶 你们多报一些AZ的事 就做行销这样 对对对 就帮自己的疫苗 拉高 高身价然后打低这种便宜一点的 就是他说 他说在疫苗研发过程 他发现政治角力 其实大于 大于那个疫苗研发的过程 而且他说他如果下一次 还要再研发这种 这种就是紧急世界大型的疫苗的话 他说他里面一定会放一个 政治公关专家 这样来帮自己 他说不然的话 差很累死 哇 诶 你好有爱哦 蛇 你不觉得他今天讲的超棒的吗 非常 他在防空 非常棒 没有没有 他很专心 他很专心 对 我刚才去查了 Mers是不是来自骆驼 是吗 对对 我记得是啊 对啊 是骆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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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推荐这本书 Vaxxer Vaxxers 那在那个audible上面找得到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好 谢谢Ken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